全国政协主席于正生 18号在杭州会见了 来华出席太湖文化论坛 第二届年会的希腊总理赛马拉斯 于正生表示 中西两国和两国人民 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当前中西务实合作面临良好机遇 中方愿与西方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贸易投资合作 扩大人文领域交流 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于正生表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本届年会以加强国际合作 建设生态文明为主题 具有重要意义 中方愿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交流 共商合作大计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 萨马拉斯说 西中合作前景广阔 西方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西投资新业 愿与中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西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